本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 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的意見 敬請留意 翻馬在線 武俠小說中有很多大盒 我們看神雕俠女楊過 看到一隻很瘦的皇馬被鞭打 路見不平,見到約束 他們挺身而出,去救了這批小皇馬 由這場戲看得到楊過有一個合義的性格 我們看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 別只以為這是童話,看完就算數 就像我們在學校讀學士、數學 同時也有一科叫applied math 形容數學 看了書要在裡面收了課 把錢拿到袋子,然後懂得洗才行 應用才行 應用才行 尤其是這個世界的大江湖 這麼弱欲、強食 這麼多惡人、這麼多惡霸、這麼多強盜 有這麼不公平的事發生的時候 如果你身為旁觀者 你又做到甚麼呢 不如我們看看以下最著名的片段 哪段 世界著名 世界著名嗎?哪段 先看看 這個名句 你有壓力嗎 名句… 我和你精彩有沒有見過 我掌握你,你給我掌握你 你看這個星朗 你給我掌握你 一邊無理都不搖人 我掌握你 越來越剝 現在更好 你給我電話,我沒出聲 你為甚麼要掌握我掌握你 香港的班師阿叔做了國際明星 我們看剛才的片段 魏先生 其實就是一個世界的縮影 其實是的 這個雖然發生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裏面 但是有兩個當事人 一個拍攝者 朋友若干旁觀者 這個情形好像一個國一樣 他現在雖然看起來是小小的地 但是你兩邊不斷延長 這個國是30度 到這裡都是30度 所有全世界發生的事 學校發生也好 社會上發生也好 國際上都是 國際上都是一樣的 你說最近緬甸政府 這樣鎮壓民眾 大家都旁規了 記者最多去拍攝影師 就是拍攝影師 那個日本視影師 死了 死了,大家旁規 然後最近東盟要開會 會都未開,大家已經說明了 不討論了 不要提這件事,不要提了 你的公義何在 若欲向式 這個巴斯阿叔的片段 我們從電影的角度去看 都很精彩 當然巴斯阿叔在前面 大聲說電話 後面這位良好市民 走過去拍一拍 叫他小聲一點 拍一拍就拍出火 要是你碰到他 是嗎 碰到他 然後巴斯阿福 以雷霆萬鈞之勢 轉轉頭 伸開血盆大口 這個小朋友知驚 馬上叫老闆 以為老闆就識事寧人 原來還未解決 還未解決 你看他的肢體語言 最初已經挖著一邊 這樣挖著 我所說的 一個高一個低 然後你看他的姿勢 一隻手已經這樣抹著胸口 另一隻手抹著下音 已經這樣了 那個年輕人真的不搶 是不是 這樣修辱 巴斯阿叔看到身體語言 就知道他很黑 知道他害怕 知道他害怕 所以一浪大過一浪 如果這個年輕人不是這樣坐 立刻站起來 這樣可能不同 這裡有兩個老虎頭 對 有兩個文春 演過老虎頭 或者演過這樣的獅子頭 連斑馬紋在那裡也行 這樣就可能… 你的樣子也行 立刻沒有成功 紋了你的樣子就震了 巴士阿叔 當旁變了巴士叔侄 是不是 但他不是 他坐那個獅子小坐得壞 這樣 大哥 給我看 我也大到你到底 你說是不是 巴士阿叔都想棍子 始終動口沒有動手 我也想動手 這叫武力邊緣 暴力邊緣 最奇怪就是這樣 拍攝他的老朋友 很近 對 只是旁邊 不是拍攝得那麼清晰 我只是用電話拍攝 對 周圍 待會你會看看下拳 現在是走過 是走過的 旁邊者有很多 後面還有一堆人在坐 對 大家在一個長途巴士上 站著手 反正都那麼悶 先看看 他在世界上出現 現在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公義的事 全部大家都在旁邊 聯合國去了哪裡 聯合國 下面那個駕巴士的司機 是聯合國秘書長 那個 應該有一個乘客 走下去告訴他 上年快要砍人了 如果說下去 不如走過來 不用說聲 坐在少年的旁邊 擔保叔叔也沒那麼大聲 是 因為有人出來做出頭 沒有 我覺得你覺得對 就算你旁觀不去打巴士 你找一個人做一個沉默的動作 站起來 坐在他旁邊 已經是道以上的支持 這樣也沒有 你現在找一個國家去 站在華山蘇姬旁邊 他也不給我一個人選擇他 是啊 真的 不是 緬甸軍政府不讓他進去 如果要站在香港 很多人都願意站在香港 不是 我贊成了 危康說 稍為有些國家出一句聲 大聲的譴責都沒有 不過這個沒辦法 弱肉強食 是吧 但是這個巴士的空間 這個巴士的阿叔這麼囂張 一鋪大一鋪 就是你和你說這個有關 長途巴士 是的 你現在一看就知道 是一個郊外 一定是新界 你知道嗎 一定是夜馬克 然後這個 這個戲劇背景很重要 一定要是夜馬克 時地人 時要是夜馬克 因為夜馬克 黑暗勢力囂張 蝙蝠盒也是夜馬克發生的 地就是這個長途車 不要停站 停站就不要囂張 這個巴士的阿叔 食定你就是你不停站 不停站 因為一停站 有些不可預知的人物加入 走過警察上來怎麼辦 休班警員上車上到二樓 上到這個樓上看到就死了 他至深知 有段時間還沒到站 去元朗 是的 真的去元朗 有段時間還沒到 他看著旁邊 一到差不多 到團門就可能閉嘴了 最奇怪的就是 這麼長遠 大家一句聲也沒有人家把口 這個圍觀 或者還有奇怪 家把口就變成參與了 還有奇怪的就是 這個少年其實可以離開 其實他可以 說兩句話 不拼你 我走去 我去車尾坐 那怎麼辦呢 這個心理很複雜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也不是害怕 他害怕的同時 又想像這個叫武師那種心理 他不斷還口 他不斷還口 還口到剛剛好 還口到巴士叔叔就不敢打 但是他肯定是他 他盡他的能力 他把這場戲劇無限延長 最希望去到元朗 對 下車你就死了 我想他想捱到元朗 對嗎 起碼捱到這個 有站 去到平山 有救兵 平山 看到我們 平山霸主 鄧達至上 這場戲劇無限延長 都昂堂七尺 大大隻隻 希望有這樣的救兵度 但是沒有 但是他不斷在這場 好像流海氣金蟬 這招叫流海氣金蟬 就像他做了那個大頭仔 在武師那樣 碰撞 那隻師就 碰碰碰碰 這樣就刺著他 這個小孩不是弱者 我這樣看錯 不是說這樣錯就是弱 他內心很英勇 夠膽不斷挑逗巴士 你問問同學 先看這邊 如果我在當時 會先看一群圍觀的群眾 沒有圍觀,大家都不准說 有,有圍觀 他們如果看著… 看到有些人 有些不穴的神色 就主動過去,分開他 若果那個人只想要一些面子 那… 即是你現在已經給了他面子 他就好言相勸 就叫他 你不如坐下來慢慢解決吧 他也會願意坐下來 但萬一他真的不肯這樣做的話 你就勸一勸另一位先生 你坐下來 然後希望到下一站的時候 我先報警 然後讓警察解決 好,錄車報警 幫忙報警 你說話好像按著某本指引來讀 這些指引在這種亂世暴力環境 是否有效呢 那就不知道了 好,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斑馬在線 我還沒了 為何會說到這段時間 我們看金融武俠小說 又看了那麼多金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 大俠精神、集體回憶 又這些張無忌、郭靖陪著我們長大 那為何遇到巴士阿蘇 一個這樣的巴士上層的現實環境 整班人是圍觀 任由這個阿蘇 若肉強食、任以欺凌呢 即是奇怪 沒有人挺身而出呢 這個圍觀的現象 魯迅先生在二十年代都說過 他說中華民族 他看到這些東西 很多是那種圍觀心理是很可怕的 即是見到一些不正義的事情發生 每個人寧願繞在身旁邊看 這個寧願燒到,不要燒到我一搭 只要你叫明哲保身 格外觀火 這種做人哲學是很害死人的 在外國 劉先生,你在加拿大住 這些情形會否發生 這些情況 這麼長時間就一定有來干涉 短就可能沒有 通常我認為當然多數是女性來干涉 女人 反而是女性 現在都不選了 你不知道那個人有沒有槍 如果這個情況在我太太旁邊 他一定不會去干涉 是啊,你老婆這麼胖 我就鬼不忘哥有槍 是啊 也好,所以這些干涉 即是竟然在場 沒有人挺身而出 這才是很深切的社會問題 是嗎 這就是社會問題 尤其是當這位主角巴士阿叔 他那個霸氣 看到沒有人干涉 而且看到這個小孩 不斷邊緣性挑釁 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厲害 到最後就干犯中國的五輪思想 是嗎 怎樣干犯呢 我們也看到了 不好意思啊 導熱啊 小心點 以後不要打 警告你 拿手來 不需要即是怎樣 我嗎 你導熱了就拿手 導熱不拿手做甚麼 做甚麼不需要 不拿手真是未電 我打電話,你騷擾我 你打電話,我有沒有騷擾你 這些 剛才這些對白 你怎麼看 由社會行為心理學來看 你們兩位大師 我聽了 讓我再說一說一聽 這叫賊佬邏輯 是甚麼 賊佬邏輯就是 現在你拍我肩膀 是 你干涉我打電話 或者我把他打破 你拍他打破 沒錯 他打電話很小聲 但你也是打電話 那我沒有打電話 他不把問題歸結到最尖銳的地方 就是你大聲說電話 你大聲說電話 令我可能要睡覺 可能要收聲 他不是,他自己在打電話 對,一個小聲就大聲 那他就說你打電話更有聲 那賊佬邏輯就是 說電話更有聲 怎麼為之大聲 怎麼為之小聲 這也牽涉到香港現在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 就是公眾場合的人 說電話、聊天 太過勸話了 身為父母 又怎麼教子女呢 是這樣的場合 人事莫你中定莫棋 不要摔頭 槍打出頭了 打你一份 那樣的大漢 可能有把刀在身上 這是很多假設的 即是那些老一輩的人 教孩子要明哲保身 是不外基於很多假設 萬一他有槍 萬一他有刀 或者萬一我出頭 一定不夠他打 一定會吃眼前規 為何你不可以假設正面的那一半 可能你一出來一聲獅子敲 那個當堂宿疾 你會發覺所有的假設都是陰謀論 陰謀就是他一定比自己惡勢力囂張 那全部就是圍觀 全部就是旁觀 結果怎樣 如果說說說說 那些人物真的動手照打 打的時候那怎麼辦 真是會出現血案 那時候旁觀的鳥羞山 這就是旁觀的 會救急,會報警 會不會 會,這個會 報警會 會報警 下車後安全的地方 但就不會勸子 沒有… 做善後工作就會 這個你不怪旁觀群眾 警察都是這麼虛擬人 不過這些情形之下 你要去到安全的地方 你真的好報警 安全,再見 無謂無謂犧牲 你問一下這邊的同學 找個同學去討論 說個問 可能社會上有很多事例 就是出來救人 其實可能自己也會有危險 所以大家可能都為了自己的利益 和安全著想 所以才不敢站出來 別人死就好過自己死 就是這個想法 但這跟傳統的書本道德所教的 是完全不同的 是 是嗎 叫我富貴不能暈 威武不能屈 威武不能屈 這些是孔猛之道 加上武俠小說 俠之大者 寫甚麼全部教的呢 是叫你在這些處境 就是要該出手時就出手 是的 為甚麼會一片脅落呢 我又要引用魯迅的畫 魯迅的日記畫 他看人類五千多年歷史 初初全都看到仁義道德 再看深一點 原來仁義道德上面 個個都是兩個字 吃人 吃人 即是食人 食人 仁義道德 所以人類的行為很矛盾 幾千年下來 都是公義和非公義一起鬥爭 但往往是公義方面那邊吃底 但在其他公義方面 雖然有一次被他壓下去 他又壓不死他 他又不斷反抗他 又有一次拒掌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兜兜比到底誰認 真是很難 人類的光明、處光 就在你所說的 如果一種沒有公義 人便變了螞蟻 蟻也沒有了 蟻也沒有了 變了一種 是吧 不過這位哥哥 挑釁巴士阿蘇的人都很厲害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你這樣還不閉嘴 你剛才說 他在處理他 他始終沒有停過口 他只停了兩分鐘就沒事了 是 不如你說 你零歪面望窗口 對著牆壁說話 結果他收口又不是 是的 不過我告訴你 球搓來搓去 他扔了球 你不要接就行了 你接了又扔給他 當日我跟陶傑說 原來我覺得有一個原因 因為是長途巴士 他都想無聊 他這麼長 還有一小時要回去 他都想娛樂一下自己 他都想娛樂一下自己 你看不到他想玩回巴士阿蘇 他想玩 到你這樣騙手 他又說不跟你騙 還要騙 他就送你的手給你騙 是 阿蘇抓住他手不放 就是了 抓住他路說 巴士阿蘇為何不放 他又是無聊 這麼長巴士路線 何時回到家 抓住你的兄弟就慢慢發洩 還有旁邊有這麼多違規者 兩個人都要免 違規者為何又不去停止這件事 我又認為 這麼長路線 違規停止這件事沒氣體 現在這些機站 現在你那乘巴士一程車票便宜 是的 大哥 免費同場加飲 天水圍出來 大哥每個月車費二千多元 沒有這些東西同場加飲 富家娛樂 鬼坐你的巴士 所以不是說我這個人壞 真的我是這樣說 不是壞,正常 正常? 我覺得我自己反省很壞 人家這麼淒慘的事 不淒慘 有甚麼慘 兩個人都出名 那個人做特首差點 不一票就不慘 做特首? 是 我投他一票 他去做特首 所以這個巴士阿蘇 怎會令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真的非常成功 很成功 而且質疑和平收場 你說多好 和平收場 不過還有續集 後來這個社會有公義 有公義 後來巴士阿蘇去某間西餐廳打工 出來又被人打工 是的 你不可以說香港人 只會為官這麼軟弱 是嗎 被人打到最後面 是嗎 而且救護人員 走去放他在輪宇裡推出來 笑到甚麼 後面那個人打工事笑 是呀 拍照出來 笑到都開心 所以香港是有黑人精神的 不過潛伏在這裡 整個社會是好的 對 現在數珠打他那些黑社會 還有推輪宇的 對… 這樣叫做好的社會嗎 對… 你喜歡嗎 對… 你叫黑色幽文 對,我真的要從新學過 好,今晚晚再見 時間差不多了 明晚10點半,我們再會,再見 再見 他那些只是說錢而已 他看他眼中 只認識那個價錢 這個世界很現實 我不是,我先說理想 原來只說錢 接下來是播映 看逼桂園特約 當年今天 之後是馬上傳接觸 明夜間新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